現在來講到林聰的感情世界 在之前我們有講到林聰 有經過兩個修正 就是說藝術有藝愛家 藝愛家 我們之前有講到那個療修正 我現在繼續來講林聰 林聰很單純的 這個感情世界第二位 遇到療修正 忽然間過往離開後 林聰發展 真的沒辦法離開他 但是也沒辦法再找到一個 可以代替療修正的對象 林聰想到療修正在世經常跟他說 說面子也會老人 療的工作很難去經營一世人 要有百項的規格才可以 療修正離開後 林聰對療的事業開始親心 就決定以療修正在世的這個建議 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 在這當時 也暫時離開跟療修正 作為生化那個最深的地方 那時候林聰選擇 又再回到日本 該行做之後 以觀光客為主紀念品的成立 那麼在日本的這個成立 簽開始真好 紀念品的成立 很久也做了幾年 後來做不到美金 嚴重的成立 成立受到應用 林聰這麼選擇回台灣 過了半退休的成立 第一九九十五年 林聰在台北第一次參加 海南歌曲演唱會 那場演出跟過去 作秀的表演不一樣 林聰記得說那一次演出的 藝人有蔣光超、張立民、楊小平 還有一個市長頂 第一點是林聰的這個 日本的生意他還在做 所以說演出後 如果再去日本 一直到日本完全結束後 才回來台灣定期 那麼到了那十幾年 林聰是半退運的這個方式 有時候參加要請演出 一方面是因為體力 沒有像年輕人 那年有活力 還有另外一方面 我們心中也有爭了那個支架 而且這個油架筋 因為一次以外的這個外境 對那個梅町釋進來 還有一些效益證明後 不過這些日子 它也過了很輕盈 一直到離空那一年 因為這個跟我們說 跟交流的問題 經過醫生 真短發電工 遞到社務線的這個感情 第三期 哇 那個消息 讓林聰嚴重的打擊 一時就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是不是在那裡想說 聽說伯爺 對他太不公平了 為什麼這種政策 會去選到他 當然這一般人 如果是經驗出這種政策 都有同樣的心理 感覺說我做人就不錯了 為什麼聽說伯爺 我們去看電話 大部分 去檢查 像檢查出這種感情 都有這種心理 我來安排這位 客人的所謂的照片 這一聽的 好朋友 那就 transient 我們來不消 聽說明 可以聽說明 我這間 就是 Kar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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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